有姐妹问我山高可以减肥吗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可以 希望所有有山高问题的姐妹给我的视频点赞 关注 因为这期视频可以给你提供很大的信心 还有帮助吧 我从140斤减到102斤 吃了三个月的价要停了 五年呢 再也没有吃过一粒 血压一直保持在120到80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细说了 今天的三餐打卡呢 在视频的后面 我给大家说一说 我老公从134斤减到120斤巨大的变化吧 我老公山高一点症状都没有 既不头昏也不眼花也不头痛 父母年纪大的时候 我每天去他家 每天给妈妈测量血压是必修课 60岁的老公 我怎么可能不随时监测他的血压 所以亲爱的姐妹们 只要是我们上了年纪 不要忽视你身边的另一半的血压 我老公56岁57岁的时候 他的肚子呢一点也不大 他的血压一直保持在115到70之间 那时候让我很羡慕啊 我那时候的血压呢 就是120到80 我比他整整小了拔岁呢 我140斤的体重将近长达34年 我老公始终年纪是标准体重 不好意思姐妹 今天的视频有点啰嗦 有点长 希望帮助到大家 本意是告诉大家 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血压 同时告诉大家 高血压可以不要而喻 在我老公60岁的时候 他的肚子就大了 他的高压是140 低压呢是110 我让他吃药 他不吃 我们俩就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他说我头不昏 眼不花 头也不痛 什么感觉都没有 你让我吃药 你不祸害我吗 你太能拙了 我说你太愚昧了 等你垮筐了 腿瘸了 怎么办 谁吃过你 后悔都来不及 他气得脸都白了 嘴唇都紫了 我也不服气啊 晚上9点钟给孩子打电话 我闺女和孤儿就回来了 我忘了是当时领他去的医院呢 还是第二天找去的 我就忘了 想起来是晚上9点钟去医院的 大夫呢也没有说出知误毛友 就告诉别劳累 别生气 别吃咸咯 也没有说吃药还是不吃药就回来了 但是在我的坚持下 我老公还是吃了两年的降压药 血压一直保持在120到80之间 后来我老公退休在家了 有时间了 我说你给我减肥吧 把肚子减一减 你的血压就下来了 你就可以不吃药了 吃药对他来说是个负担 每天得想着 哎呀吃没吃啊 受事忘了 哎呀真的是好麻烦啊 从第一天开始吃减脂餐 我就监测他的血压 真的我们的减脂餐老霸道了 只要是你一吃上 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 朋友们给我最方便的反馈可不少啊 有时候他的低压达到60 给我下的呀 就赶紧给他吃一个蛋黄 血压呢马上就上来了 我是知道的 血压压的过低也不好啊 就这样 现在过去也有一年半了 我老公再也没有吃过一粒的健康药 一个月省200多块钱呢 省钱是次要的 也不伤害我们的宝宝啊 我跟我老公家里老年人 所需要吃的药物 什么都没有 我们俩什么都不需要吃 家里有的药 就还是口罩期间 买的清温胶囊 我们每个月的花销 就是吃点饭 买点水果 我老公说了 如果你从102斤 减到90斤 难以坚持 我来陪你 我直接减到100斤得了 可拉到了 我悄悄告诉大家 他不是从120斤 减到115斤吗 过年吃回来了 吃到120斤了 但是他现在怎么吃 也不会再往上涨了 就维持在120斤 所以说姐妹们 减肥成功后 真的是不反弹 姐妹们 只要是你散了年纪 有肚子大的问题 一定要时刻 监测你自己的血压 如果血压高 会给自己的健康 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我母亲从50岁开始 就是血糖高吗 她每天喊的 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浑身一点 力气都没有 我跟我老公 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不要求长命百岁 只要是在我活着的时候 身体处在一个 舒服的状态 就可以了 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的减肥方法 就是吃家常便饭 不吃任何的减肥产品 来吧 上我们的三餐打卡 这些年风已与你奔波 不论多累都不曾退缩 只要能有更好的声音 朋友们做不好 午饭非常简单 主食是大米和玉米 做的二米饭 100克 蛋白质是护地鸡针 5个鸡针正好是100克 维生素是黄瓜 少放一点大蒜粉 增加一下底味 就非常的好吃 主食 蛋白质 膳脂纤维 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标准的 减肥午餐 我们晚上见朋友们 这个 蒸个儿可好吃了 简直佳品 晚餐呢 我们就吃雪鱼丸 炒童号 明天见朋友们